而中俄已经成为美国为二的眼中钉 在周三美国公布了一个拜登政府第一份的国家安全战略 这个战略报告应该二月份就公布的 推迟了八个月就是因为欧战 那么美方的战略非常清楚 说接下来十年美国人最大的对手 一个就是俄罗斯 另外一个是在战略报告当中点出 有意愿而且会有能力改变国际规则的中国 而美国的战略跟战术呢 当然是透过联合盟友 他要发挥科技的优势 甚至用大挖中俄强角的方式权力制止 要在美国跟中俄的竞争当中一直保持优势地位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 延迟半年后12号正式公布 在这份总计48页的国安战略文件中 点名的第一个对手 自然就是对乌克兰狂轰滥炸的俄罗斯 美方指控俄罗斯把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则置之不理 对自由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 必须加以控制 而在俄罗斯之外 另一个最关键的对手则是他 白宫国安顾问苏里文在说明拜登政府的国安战略时 不但把中国大陆形容为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更强调中方是唯一既有高度意愿来改变当前国际秩序 同时也具备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手段来实现改变目标的竞争对手 因此美方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与中方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而当前紧张情势升温的台海更是美国国安战略以及美中竞争的重点 尤其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外界担忧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在接下来的第三任期 用更强硬的姿态来应对台海议题 美方国安战略中重申将坚守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美方更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不但是国际社会关注焦点 也是美国长期利益所在 而所谓的美国利益半导体供应链就是关键 为了确保自身的科技竞争优势 美国已经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与晶片出口管制 包括科磊与科林研发的美国半导体供应商 都已经暂停向中方提供技术支援 驻大陆的员工也开始撤离公司 连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都已经开始让美国籍的雇员 停止向中方客户提供服务 至于在中国大陆设有高阶晶片厂的南安SK海利克与三星 虽然受到美国盟友关系的保护 暂时获得一年豁免 但外媒分析美方的晶片管制 仍可能影响厂商的出口程序 可能会造成发货延误 甚至可能得暂停生产一段时间 分析坦言美方禁令对大陆的半导体供应链发展 短期势必带来打击 甚至影响手机电脑与伺服器的需求 中方则因此更积极地朝向半导体供应链 国产化的发展 同样锁定中国为对手的不仅有美国 长期与美方同进退的英国 首相特拉斯也传出计划 近日将修订国防与外交政策 把中国列为对英国的威胁 这种对北京提高警觉的态度 从英国情报机关首长最新的公开演说 直批中国当权者利用科技加强 对国内甚至国外的控制 可能会因此威胁英国国家安全可见一斑 当前面对中俄这两大挑战 美国除了要联合盟友共同行动 并且借科技垄断优势 阻止中方做大之外 还要挖中俄两国的墙角 在非洲 美国透过协助当地多个国家 训练士兵来拉拢非洲各国 并且削弱中俄影响力 随着国际情势快速演变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与中俄之间的影响力争夺 在全球多个角落 与领域持续激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